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凤凰传奇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 说他们不红吗 他们家喻户晓 说他们红吧 却又说不上红在哪里 凤凰传奇最瞩目的标签 莫过于广场舞神曲制造机了 第三场时光音乐会 选择了凤凰传奇作为专场 随之还来了两位飞行嘉宾 汪苏龙和任贤奇 让我们一睹嘉宾翻唱广场舞神曲的神迹现场 任贤奇 自由飞翔 草原 江湖 自由飞翔这首歌曲应该算是凤凰传奇 众多广场舞中比较鼓风的一首 音乐性其实还挺高的 原版的自由飞翔 让人聆听时不由的有种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地现牛羊的辽阔和豪迈感 任贤奇翻唱的这版 则更像是金庸武侠世界里的大侠们 金盆洗手后 期望自己也能够自由飞翔的江湖气 如林志炫所说的 任贤奇唱出了一种江湖味道 加之台湾口音的作用更是有别有一番阴味 欲可为我从草原来土气加贵气 欲可为改编版的这个版本 易改原版的泥土气息 将其唱成了一首成功人士 回顾自己过往的励志歌曲 凤凰传奇的版本自立行间都散发着 对草原的眷恋之情 而欲可为版则只是偶然间 回首自己在草原的童年时光 两个版本如同孝庄和苏麻辣姑 同样的都是来自蒙古擦草原 苏麻辣姑更接地气 而孝庄则是浑身上下 无不透露着满满的贵气 非常美好的改编 既然不同的风格却是相应成趣 妙极 林志炫 奢乡夫人 乡村大舞台 国家大剧院 看节目前 我真的是没有听过原版 听完大仙唱了之后 着实令我惊艳了一把 于是找了凤凰传奇的原版听了一下 对比一下 真的是凸显出林大仙 歌唱家级别的水准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凤凰传奇唱出了 摄像夫人的前半生 还在村里割猪草 打柴时期的少女摄像夫人 而林志炫 则是唱出了一招飞入 王谢堂的摄像夫人 贵气逼人 高雅脱俗之感 悦然至上 真的将这首广场舞歌曲 唱出了大剧院的高级感 非常好听 章节 月亮之相 土伟 土味风和彭克风 这首歌曲真的是广场舞神曲啊 上到九十九 下到刚会走 都知道这个旋律 至霸广场舞龙头地位多年 章节采用全新的改编 将一首略带土味的民族风歌曲 改编成了时下非常流行的 彭克丢的歌 时尚动感且朗朗上口 以后这个版本舞厅 可以收录作为舞曲 也是未尝不可呀 大胆创新 倾情演绎 太精彩了 许如云 荷塘月色 五月荷花 七月荷花 这首彩铃神曲 当年真的是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 许如云版的荷塘月色 和原版之间的差别 如同五月荷花和七月荷花 五月荷花 财路金金角 七月盛放时节 五月月色清烈 七月月色凉爽宜人 不同的基调 别有一番风味 谭永林 最炫民族风 广场舞神曲 KTV保留曲目 这首歌真的是听吐了 现在我家楼下 每天晚上跳广场舞的大妈 都常用这首曲子 国民级神曲 应该毫不为过 谭永林翻唱这首歌曲 我是没有想到的 居然还唱出了 KTV麦霸的感觉 甚是欢乐 我只想说 凤凰传奇的歌 还能够在KTV 成为你的保留曲目 只能说谭校长的内心 真的是太强大了 王苏龙 狼的诱惑 情斗初开 情场高手 在下不猜 这首歌以前或许听过 但已经毫无印象了 听完汪苏龙版的 我翻出了古早M1版的 听了一下 汪苏龙版和原版的差异 好比是两个年龄段的男人 对爱情的内心独白 汪版的如情斗初开的少年 心中有千言万语 却不知对任何人说 而凤凰传奇版的 则是经历过很多情感犀利的老手 在告诫后来者一番 同曲不同意 反差梗很有意思 都说凤凰传奇的歌很土 经过今晚一众大神歌手的演绎 这种公悍显然就不攻自破了 凤凰传奇的歌确实很接地气 但他们尝试着将民族 流行音乐和时下流行的rap等元素融合 是非常有独唱精神的组合 他们能够红遍大江南北 说明这种探索是成功的 远比那些没守成规的歌唱机器 有意义的多 听了一晚上的凤凰传奇的歌曲 居然不急不躁 说明好的音乐 是可以让人安静下来 好好欣赏的 时光音乐会的可贵之处 就在于变中求不变 如春风话雨 润目无声 这样的节目 多少还是有助于观众 歌曲审美能力的提高 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 良心节目 追寻时光记忆 感受好听的老哥 有很多人说 时光音乐会 是今年综艺节目的天花板 这是一个将情怀 进行到底的节目 因为在这个节目里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儿时的偶像 也能够听到很多 熟悉的经典歌曲 该节目跟其他 音乐类节目有所不同 它是采用户外音乐会的模式 邀请歌手们互相翻唱 演绎彼此的代表歌曲 以音乐为桥 分享不同年代的时光记忆 这是一档 可以勾起大家回忆的节目 节目由谭永林 林志炫 许如云 张杰 凤凰传奇 玉可为担任时光音乐人 而且每一期 还会邀请几位特殊嘉宾 像最近几期节目 邀请了李克勤 邀昌永 任贤奇和王素龙等人 虽然这档节目 刚开始没多久 但是嘉宾阵容 让我们看到了满满的诚意 比如任贤奇 出现在最新一期节目中 还是挺让人意外的 任贤奇 绝对是非常适合这档节目的 谁的童年 没有听过任贤奇的歌呢 无论是伤心太平洋 心太软 还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都是经典老歌的代表 相信很多人都是听任贤奇的歌长大的 如果说任贤奇是经典国语歌的代表 那谭永林和李克勤 就是经典粤语歌的代表 谭永林有太多经典老歌了 像朋友 水中花 爱在深秋 一生中最爱 讲不出再见等等 而李克勤的红日 又是多少人的青春呢 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 相信很多人都会热泪盈眶吧 现在像这样的歌曲 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作为情歌女歌手的代表 许如云的加盟也代表了一个时代 你可能不认识许如云 但你肯定听过独角戏和如果云知道 许如云大方 优雅 在节目中将谭永林的爱在深秋 唱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另外 像林志炫 王苏龙 玉可威也都是红极一时的歌手 尤其是林志炫 最近凭借着披荆斩棘的哥哥 再次火了一把 看到他们这些人 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哼出他们唱过的歌 张杰和凤凰传奇 则是更不用说了 一个是目前最火的歌手之一 拥有着大量粉丝的一线歌手 一个是全民偶像组合 大街小巷都能够听到他们的歌 有人说 华语乐坛只能存在于时光中了 以后呢 真应该多办一些这样的节目 不过让嘉宾多唱一些自己的歌 也挺不错的 大家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 感谢观看